我自己以前讀香港大学的时候 其中一个收的科目就是舞台制作 我一向都喜欢做的 这个经常都在我心里面 有个小朋友问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就说我梦想想演舞台剧 我想做一个专业的演员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近年受到官司困扰的陈志雲 Stephen 在港大读书的时候 曾经修讀舞台制作 一直忠诚于话剧 青年官司试过境迁 巧合有人带来沙士对比亚的剧盘 最后演出更获得空前的成功 做过一次 戏隐一发不可收拾 Stephen近日积极彩排新话剧《雷宇对日出》 更花了不少时间研究原著和相关老电影 我在想着曹玉自己为何会写这个角色出来 其实那个角色某程度上是那种苦闷和无奈感 和他自己人生很有关系 其实他生活是一个很苦闷的年代 我是用他的那种心态来演 当然有一些小动作的设计 我都看不到 《张英》那时候是一个电影来的 我看不到他其他的小动作的设计 但是看了那个演出是有用的 可以感受到那时候的人是怎样说话 他们真的用那些语气 人称智雲大师的Stephen 发号怎样来他都不太知道 他说或者同声雲大师只是差一个字 他自然自己不是一个喜欢社交生活的人 反而喜欢平淡的生活 一个人看电影听音乐 才是大师的一杯茶 我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生活的人 不是很社交的 但是我给人的感觉是很社交的 我可以 但是我不喜欢的 所以有很多的走会那些场合 我可以不去 我都不去的 我又不是喜欢一大群人一起聚会的 如果是朋友聚会 最好是三个四个 不要多个八个 因为我想每个人都可以聊天 但是我是很喜欢听人讲的人 陈志雲在TVB工作了18年 直到2011年请辞 一直有传许和TVB行政总裁李保安 传有戒替 Steven说在他生命中是无敌人 两个人也没有怨恨 现在更加会在公事上多番沟通 我为何会恨他呢 其实没什么的 有时候就算在商台 有时候有间中有些公事上的东西 我需要跟他沟通 请假去 他都很乐意给我的意见 他不会又不听我的电话 不会的 他都很好的 所以我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敌对仇视的感觉 我虽然不是同一个机构做事 但不是说 仇人、敌人 分手 是不需要 不过在我生命中 我真的没有敌人 面对现在免费电视台百花齐放 志雲大师说自己近年 很少认真地看电视 不敢胡乱点评 但若果从历史角度来说 TVB绝对是功不可没 而他正正因为很爱TVB 所以才认为现在免费电视更加需要有竞争 因为没有竞争 没有一个有效的竞争 对整体的电视行业来说不好 对制作行业来说不好 对TVB更加不好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竞争 我还需要做些什么 我不需要再去刺激自己 没有人去踢我 还有电视观众都可能没有人说 大家都不争 好像以前 今天看真点 城市追击 还珠格格 包青天 你要说 你做香港小姐 他做香港先生 你要有话题 有话题 大家可以看大家的兴趣 智雲大师现年58岁 快将踏入花甲之年 他直言绝不退休 即使不一定是上班工作 但都希望之后继续做想做的事 无论是做话剧 唱歌 演说 甚至教书也可以 所以 这修正是是 4月 2月 也会 这样 其中